农村常见的植物小棚草煮水 好多人不知它是宝 到底有啥好价值呢 今天通过视频给大家详细分享 小棚草在我们农村是一种野生的植物 户外很常见 一般都是野生的 这种植物厉害了 到底有啥价值呢 相信很多朋友还不清楚 今天我外出来寻找几棵小棚草 挖回家顺便拿来煮水 大家先来看一下小棚草 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植物 它的别名又叫加拿大棚 飞棚 小飞棚 一只蒲等 每个地方对它的称呼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植物它自身有一种淡淡的清香气味 有的人说它好闻 有的人说它难闻 具体怎么样 只有大家体会过 方能知道 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上学的路上 常常摘小棚草拿来玩 把它的植物在手掌心里面搓一搓 会发出一股怪怪的气味 懂小棚草的农村人 把它当宝一样摘回家 把这种植物挖回家之后 淘洗干净 晒干 切成段 在网上可以卖到十几元一斤呢 好多人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市场价值 我们村的一个叔叔 他们家 住了好多的小棚草 主要是拿来售卖的 小棚草是一年生草本 植株高在八十厘米左右 在每年春天的时候 便开始大量繁殖 农村有养鸡的朋友呢 大家非常喜欢小棚草 养鸡的朋友会把它摘回家 然后呢给它剁碎 放在鸡的撕料当中拌匀 或是把小棚草挖回家 拿来煮水 放上之后 家的鸡的饮水器当中 给小鸡来饮用 如果你们家的鸡也出现了 走路不稳 拉西施的情况 大家就可以用小棚草来帮忙 鸡吃了这种草 它的毛色非常的漂亮 产大率也非常高 而且还不容易生病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收藏一下 小棚草与还有观赏价值 叶子长在主金上面 呈散状风布 远远看去好像一把散 小棚草淘气干净 然后把它放在太阳底下 自然的风干亮晒 差不多晒个三天左右 就可以把它收藏储存起来了 在目农村有句俗话 要想鸡长得好 小棚草少不了 不仅产蛋糕 不易生病 而且呢 一年还能不省饲料钱 朋友们 今天的小棚草视频 就分享到此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